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前进项目刚刚结束了男子百米黑人大战 中国选手苏丙天以9秒92获得本届亚运会男子百米的冠军 同时9秒92还是新的亚运会记录 卡扎尔选手小奥古诺德与日本选手山线两派 都是以10秒获得了银牌与铜牌 在今年的国际前连世界挑战赛马德里战的比赛中 苏丙天以9秒91获得了男子百米冠军 一周后苏丙天又在国际前连钻石联赛巴黎战的比赛中 再次跑出了9秒91获得铜牌 苏丙天在一周的时候内连续跑出了9秒91平亚洲记录的成绩 可见苏丙天今年的状态特别好 四年前的人川亚运会上 苏丙天以10秒10获得了银牌 卡扎尔规划选手奥古诺德 以9秒93获得了金牌 本次亚交达亚运会 苏丙天的状态非常好 轻松晋级决赛 而在决赛中苏丙天的主要对手是日本选手选手山线亮坦 卡扎尔选手小奥古诺德 比赛开始后 苏丙天就立刻冲到了最前面 但山线亮坦与小奥古诺德紧跟其后 在这种情况下 苏丙天爆发了 紧用了半程50米 苏丙天就将对手甩开 并且一路狂飙 以9秒92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 创造了新的亚运会记录 冲过终点后 苏丙天激动的双手握紧 跪在地上仰仙长笑 在接受采宝时苏丙天这样说道 也算破了自己的魔咒 当运动员十几年了 但却没有拿到一个冠军 无论是胜运会还是全运会 全都没有冠军 这次终于拿到 而且9秒92的成绩很有含金量 感谢自己付出的努力 以及团队的帮助和和国家的培养 苏丙天是亚洲飞人 更是中国的骄傲 感谢自己付出的努力